而嫌疑人的车辆被描述为一辆黑色的SUV 截至到周一下午还没有人被逮捕 目前尚不清楚枪击事件是否与方派有关 本台记者Jason19日报道 圣布达底诺县高地警察局禁止逮捕了一名17岁的男子 这名男子涉嫌抢劫一名女性受害者的汽车 12月7日凌晨的3点42分 一名女性驾车停靠在了Campus Avenue400号附近的便利店 打算购买咖啡 就在她离开商店之际 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突然间上前去乞讨所要食物和现金 而当女子将身边的零钱递过去的时候 男子突然抢走了女子手中的钥匙并将其推到一边 随后驾驶女子的汽车扬长而去 被劫持的汽车随后在安大略发生了交通事故 并被抛弃 在案发一周之后 高地警局查明了嫌疑人的具体身份 并且将其激难归案 嫌疑人是一名17岁少年 目前他因为劫持汽车而被送进了哨款所 KDRA18日报道 洛杉矶警方周一宣布